郑州对于很多储户被赋予红码这件事有了一个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事情 6月13号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 说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取款难的储户被赋予红码 天幕新闻的记者联系到了其中一位储户 唐女士 唐女士表示自己一直在安徽 老家也没有疫情 但是通过扫储户维权群里 发的这个郑州高铁站的二维码之后 自己被赋予红码 但是她的家人扫这个二维码就是正常的绿码 唐女士说因为他们取款难这件事一直没有进展 所以部分储户商量要在6月13号到河南郑州当地去维权 那么有一些储户在12号那天到达郑州 然后就发生了被赋红码的事情 唐女士进一步介绍 她所在的维权群只要是去河南郑州现场的储户 基本都扫了当地的二维码之后 都被赋予了红码 而没有去现场的储户 扫这个群里的二维码也显示为红码 在维权群里 唐女士还看到很多到郑州当地维权的储户 因为被赋予了红码而被带去集中隔离 根据唐女士提供的红码截图显示 这个驸马的来源是郑州 驸马的时间是2022年的6月12号21点04分 驸马原因是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 那么郑州市12345的工作人员回复天幕新闻的记者 今天已经接到多个来电反应 未出行或者是无缘由被河南省赴红码的情况 对于红码是否针对储户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但是经过查证是因为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现在已经把这个情况上报政府 正在积极改进之中 建议进行后续的关注 事实信息如果说不能够更多了解的话 我们不敢下一些结论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没有到达现场 在其他的省份 我扫这个群里的二维码依然会变成红码 第二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大的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为什么针对性如此之强 只有这些储户发生了赋予红码的这些情况 我引用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的观点 作为一名老媒体人 他说我想提醒各地的健康码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 其他社会治理目标 这一规则各地务需坚守 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通过调控健康码 阻止特定人员流动 那么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 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微信 损害公众对防疫的支持 这对我们的整体社会治理是得不偿失的 关注小强说 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感谢观看